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已经不足以彰显其伟大了 所以就命大臣商议 要想一个更加高大上的称号 银阵下令 寡人以渺渺之身 新兵诸暴乱 来宗庙之灵 六王贤扶其枯 天下大定 仅名号不耕 无以成成功 传后世 其意地好 大臣们经过商议 从古代的三皇五帝找到了灵感 并从天皇帝皇的启发中 想到了太皇的这个称号 可银阵对于太皇这个称号并无满意 无法彰显其伟大 于是他就去掉了太 在后面加上了一个帝 皇帝这个新的称号 就这样被创造了出来 秦王银阵 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 后来也被人们称为清皇帝帝 因为银阵是秦王朝的第一个皇帝 也被称为秦始皇 实际上银阵是想他的秦王朝 能够一直传世下去 他自己称为秦始皇帝 那么他的儿子继位 就可以叫秦二世皇帝 后面就紧接着叫秦三世皇帝等等 一直传世下去 想法虽然没好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秦王朝只持续了十几年 就轰然让他 虽然秦王朝持续的时间很短 但是他对历史的影响 却是极其深远的 尤其是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 在政治 经济 以及文化方面都意义非凡 奠定了未来2000多年 中国的政治框架 我们都说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秦统一天下之后 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守住江山 然后在世代流传 回顾秦之前的夏商周三代 其推行的都是诸侯分封制 可结局都是悲惨的 主要原因是 天子对于各大诸侯掌控力有限 最后导致了诸侯 完全脱离了天子的掌控 就像是战国七雄一样 基本上就不把诸天子当回事 而且诸侯之间连连征战 内部消耗极大 最终就会导致王朝的灭亡 秦国就吸取了这个教训 决定实行郡献制 并推广了全国 实际上秦国在没有实现 统一霸业之前 就已经是郡献制 郡献制的本质 其实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 权力的分布 呈现出金字塔的模式 皇帝是权力的最顶端 他掌管国家的政治经济方方面面 当时有这样一句话 一切皆绝于杀 也就是说 一切都要听从皇帝的 而分封制的弊端 就是各大诸侯 都有着各自的权力 以及势力范围 久而久之 就会成为一个个独立个体 到最后 更是免不了有摩擦和战争 而高度的中央集权 就可以杜绝这种情况发生 当然了 只有一个皇帝 是没有经历管辖整个国家的 所以皇帝之下 会设置三公九卿 三公就是丞相 御史大夫 太位 九卿指的是 凤长 郎中令 魏魏 太仆 秦魏 典克 宗正 智宿内使 少府 这些人都是皇帝的帮手 帮助其管理国家 他们也是国家的核心管理人员 处于较高的地位 在权力的末端 也就是地方的管理上 秦国设计了郡和谢 刚开始秦国设立了36个郡 后来随着国土面积越来越大 增加到了54个郡 当然也有记载是40个郡和48个郡 郡下面又设置谢 并设计了谢令等之物 构建成了中央郡 郡 谢 湘 庭 礼 石 武 户的纵向金泽塔式的控制体系 从现在看来 这依然是一种非常好 且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 而且官员基本上都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的 没有世袭制度 这极大的调动了官员的积极性 而且郡县制度还有一个好处 没有了诸佛国 以后就不存在你是哪国人的问题了 你的籍贯就是哪个郡的人 哪个县的人 这样矛盾相对来说就会少很多 毫不夸张地说 郡县制度的实施 改变了整个历史的发展轨迹 为中国之后的蓬勃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为了保证国家不再分裂 仅仅只有政令上的措施还不够 经济生活方面也要做到全国同意 不然就很容易再出纰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秦始皇就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 统一钱币 统一度量痕 实行车同轨 书同文 行同轮 这些措施虽然在当时实施起来 有一定的难度 也遇到了不少人的反对 但是从现在看来 这些措施对于一个国家的 长治久安是极其重要的 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度深远 首先战国时期的每个国家 都注入各自的钱财 这些钱财形形色色 大小重量都不同意 这不仅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且还会激发出各种的矛盾 秦始皇就决定统一货币 同钱采用方孔元钱 这种形式 后来至少使用了2000年的时间 非常稳定 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 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其次是文字 当时秦朝疆域比较辽阔 本来各地语言就有差异 再加上文字也是各不相同 如果没有实现文字语言的统一 很难让它们产生 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 而且文字语言的不统一 对于知识 经验的传承 也是极为不利的 要知道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有了统一的文字 就算地域分裂 但文化和传承是不会锻炼的 总之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 颁布的这些法令 对后来的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 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甚至可以说 这些为中国的蓬勃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后 并不是没有账可达了 实际上战士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在当时的版图中 除了秦国的国土之外 还是有不少的领土 没有统一到秦朝的旗帜之下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北方的匈奴 以及南方的百岳 百岳其实是一个统称 它有着很多分支 包括吴岳 阳岳 敏岳 南岳 洛岳等等 这些分支都生活在南方的山林之中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 百岳的分布 自礁址至快积七八千里 百岳杂储各有种心 意思是 当时百岳的范围 从现在的越南北部 到广西沿海一带 再到浙江和江苏南部一带 地域是相当的广泛 在战国时期 楚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 百岳就有部分领土 在楚国的疆域之内 但几百年的时间 楚国一直没有让百岳真正的臣服 实际上秦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 就已经对百岳的地区 实现了军事行动 只不过那个时候的重心 是放在歼灭六国之上 兵力有限 导致了战事一直没有结束 再说百岳地区 有着茂密的山林 也被人称为战力之地 百岳人一旦打了败仗 就往深山老林里面一钻 秦军根本就无可奈何 公元前221年 秦国接免六国的宏伟霸业 即将完成 秦始皇就决定 对于百岳实施军事打击 命国位屠衰 率领50万秦国将士 兵分五路进攻百岳 不过这50万将士 其中有很多是楚国投降的士兵 不是秦国的主力部队 但即便如此 这个阵容还是相当恐怖的 而且百岳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 只是未开化的蛮夷而已 所以打败百岳 应该是一件简单的事 刚开始秦军推进的非常顺利 先后占领了冬月和米月 但是到了岭南地区 秦军就遇到麻烦了 岭南地区遍布山林河流 跟中原的战场完全不同 而且秦军还有很多人 在森林中染上了疾病 再加上百岳人打不过就躲进森林 秦军的种种战术 根本就无法施展 由于地势恶劣 秦军的梁道还被切断 最后在百岳人的偷袭之下 秦军大败 秦军统败 徒遂战死 可见当时的秦军 遭遇了奇大的失败 秦始皇在得到战败的消息后 大为震惊 六大诸侯国都被平定了 竟然还灭不了一个蛮蚁之地 这起飞成了天下人的笑柄 秦始皇决定再度出击 一定要收复百岳 可是作为大清帝国的皇帝 凡事都要经过深思蜀虑 不能鲁莽行事 他仔细分析了百岳所处的地理位置 以及特点 认为秦军打败仗的原因 主要有两点 一是百岳地区山林茂密 水路繁多 秦军不适合在此地作战 二是后勤供给不足 梁道经常被断 作战部队对茂密的山林都无可奈何 更何况是后勤的补给部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秦始皇想到了一条妙计 那就是开挖一条大运河 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给连起来 那么秦军就可以通过水路将大量物资和军队 直接运到前线了 从而绕过大量的山林险地 这项工程对于两千多年前的秦朝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可能是大秦之前就有了渡江燕和郑国渠这样的成功先例 对水利工程有深厚的经验 所以才敢有如此大胆的想法 秦始皇可是一位实干家 说干就干 马上就把这项大工程交给了监狱使鹿 由他负责开挖这条大运河 这条大运河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林渠 使鹿经过考察 确定了在长江水流的湘江 和珠江水流的泥水之间开挖 历经了三年的时间 林渠终于完成了 这项大工程对于顺利平静百岳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林渠的开挖意义非凡 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 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 后来林渠一直使用了两千多年 直到现在依旧在使用 2018年还被选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路 公元前214年 秦始皇再次发兵攻打百岳 这次任命任销和赵托为大将 直接采用了核道运输 利用刚修建起来的林渠 将秦军和物资直接运到了前线 百岳人对此完全是招架不住 最后秦军顺利平定了南方 后来在平定的地方设计了三个军 桂林军 南海军和象军 无论安抚和稳定百岳之地 秦始皇就想到 屯肯和移民战术是控制百岳地区 最有效的方法 于是移民了50万人到南方 和百岳人混举 希望能够稳定当地的局势 到此为止 南征百岳的战士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秦王城的版图进一步扩大 就在秦始皇在南方战场 征服百岳的同时 北极匈奴的战士也没有落下 匈奴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 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实际上除了匈奴 当时还有东湖和岳枝等部落 虽然当时东湖和岳枝实力比匈奴还强大 但是匈奴人就聚集在核桃地区 距离大清更近 对大清的风险更大 由于他们是长期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 没有固定的居住地 经常会南下骚扰 抢劫身处物资等等 匈奴在草原上已经生活了数百年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 匈奴可能是夏王朝的一名 最后流流到了草原 发展壮大成了匈奴族 在大清王朝还没有建立的时候 北方的赵国就曾多次跟匈奴有过战役 著名的战国名将李牧 就在赵国北境长期对抗匈奴 曾经在一场战役中怒斩十万匈奴 让匈奴遭受了重创 赵国和燕国为了抗击匈奴 防止匈奴南下撒野 曾经都组织过修建长城 分别属于赵长城和燕长城 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 北方的匈奴对大清依旧是虎视眈眈 匈奴对于大清来说 也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但是秦始皇北极匈奴 也许还有一个原因 根据史料记载 秦始皇北伐匈奴的另一个原因 很可能是因为一本名叫路途书的预言书 这本书是一个名叫卢生的江湖术士带回来的 书中写的一句令秦始皇十分惊恐的内容 王秦者 胡也 当时被人们称为胡的 一般也就是胡人 也就是北方的匈奴 东胡和越之等 秦始皇本来是希望秦纪国 能够千千万万似的传承下去的 现在突然来了一个要灭亡大清的 这肯定是不能忍了 不过仅仅只根据这一句话 就向匈奴开战 这个说法终究是有点玄幻了 实际上有很多史学家认为 秦始皇北极匈奴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大清的安全考虑 毕竟匈奴人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战斗力极强 他们又经常南下骚扰作案 而且随着著名的同伴蚕鱼 当下了匈奴的首领之后 匈奴人就变得愈驾强大 这已经成为了大清的巨大威胁 所以为了大清的安全 也为了大清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秦始皇才发动了北极匈奴的战争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吧 总之在公元前215年 秦始皇命蒙田大将军 率领30万秦军北极匈奴 蒙田将军是将门之后 祖父蒙奥和父亲蒙武 都是秦国的大将军 在他的率领之下 北极匈奴的战役非常顺利 30万大军 沿着京城的兰州市到 鄂尔多斯市一段的黄河 一路北极匈奴势如破竹 并成功将匈奴赶出了 河奴以南地区 第二年 蒙田将军又夺取了 河奴以北的殷山地区 随后大行在攻占之地 划分了44个险 并设置了九元郡 这还不算晚 后来蒙田将军 率领大军进一步深入 渡过了黄河 攻占了高阙 阳山 北甲之地 在强大的秦军攻势之下 匈奴人只能是节节败腿 甚至连匈奴的王庭都被占领了 虽然陀曼禅于曾多次组织反扑 但是都被强大的秦军给击退了 最后匈奴人 只能继续退入茫茫大漠之中 这里史书上有一句话 苦人不敢南下而木马 这足以说明 当时的大清帝国是何等的强大了 实际上不是匈奴人战斗力不强 而是秦军更厉害 秦军装不了大量的弩剑 弩剑是远程攻击的武器 对于匈奴人的弯刀来说 鲁剑就是他们的克星 所以匈奴人经常吃败仗 虽然秦军重创了匈奴 但是却无法彻底消灭他们 毕竟匈奴被称为 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 打不过还能跑 而且居无定所 秦军很难将其赶尽杀绝 为了防止匈奴继续南下 秦始皇就决定 蒸发大量的苦力 修建一个浩大的功臣 也就是长城 如此就可以将匈奴拒于长城之外 而修建长城的这个任务 也就落到了北伐匈奴的 这个蒙田将军身上了 秦始皇在内地召集了数十万民众 在原先的赵燕秦旧长城的基础上 进行了扩建和延伸 最终修建的长城 西起领桃 东至辽东 绵延五千多公里 史称万里长城 在收服了百岳 击退了匈奴之后 大清机构的疆土空前的辽阔 在当时的天下 已经再也没有人能够威胁到大清了 有句话说得好 打江山容易 守江山难 六国虽然平定 秦始皇也颁布了法令 统一钱币 统一度量痕 实行彻通轨 书通文 行同轮 但是人心难测 难免会有人怀有造反的想法 在两千多年前 交通十分不便 再加上秦国国土面积非常辽阔 大清又是一个中央集权型国家 想要将秦始皇的命令在第一时间推进到每一个军县并不容易 如果想管好这个国家 就必须要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 不然各自为政很容易出现问题 而且秦始皇自己还要巡视整个国家 交通不便会大大的影响进城 更重要的是 如果在秦始皇的哪个角落发生了叛乱 等军队开拔过去 很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 效率太低 至于这些原因 秦始皇决定要在帝国之内大兴土木 迫在眉睫的就是要修路 秦始皇要修的路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直道 顾名思义 就是笔直的大道 有点类似今天的高速公路一样 是中国最古老的高速公路 在直道上 不管是运兵运粮 还是消息的传达效率都是非常高 不过根据史料记载 以及后人的考古发现 大清修的直道似乎只有一条 就是从都城咸酿出发 直达北方的九元郡 也被称为秦直道 该功臣由蒙田大将军 率领数十万兵士和百姓修宣的 史记秦始皇本记中有记载 35年除道到九元抵云阳 嵌山英谷直通直 意思就是 在秦始皇35年 开始修建一条从九元郡直抵咸阳的道路 玉山开山玉沟填土 要与最短的距离直接相同 从这条道路的起点和终点来分析 秦直道修建的目的 很可能是为了对付北方的匈奴的 如果匈奴来犯 大清将士可以通过直道 以最快的时间到达九元郡 从而对北方的匈奴实施打击 而且在当时唯一能够威胁到大清势力的 也就是北方的匈奴了 所以后人分析 秦直道是作为一条军事要导而修建的 这样一条道路在那个时候修建起来 着实不易 到处都是黄土高原 沟壑纵横 有的地方更是人迹寒之 而按照秦始皇的要求 秦直道是不能够绕路的 要玉山开山 玉沟填土 所以修建耗费了漫长的时间 与关秦直道的长度 喜料记载不一 有的说是1800里 有的说是700多公里 根据现在考古人员的实际考察 其长度至少有700公里 主要是其中的内蒙 甘肃陕西地段 而且秦直道的宽度非常宽 普遍宽度在20到30米 有的地段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0米宽 从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 当时修路的工艺很是先进 都是中间搞两边底 两边还有排水带 跟现在的高速公路结构是完全一致的 秦直道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 现如今依旧是清晰可见 甚至有的地段依旧在使用 除了秦直道之外 秦始皇要修建的第二种类型道路 叫迟道 有点类似今天的国道 可以在大型的土地上四通八达 当然总的出发点 依然是都城咸阳 而且当时的道路 不仅仅只是一条路而已 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每个30里就会在路边建驿站 驿站内会备有车辆 马匹 食物等等 就这样 有了错综复杂的迟道网络 大兴帝国内的所有消息 都能快速高效地传到咸阳 同时秦始皇的各种命令 也能快速地传达到大兴的每个角落 在那个时代 这确实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治国手段 这极大的提高了秦国 对全国各地的管辖和统治能力 根据统计 大秦修建的道路 总长达到了惊人的6800公里 可以说 秦帝国境内四通八达的道路 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交通网络 除了修建道路之外 秦始皇还主持了修建 另外三项非常宏大的工程 第一个就是万里长城 这个在蒙田北极匈奴的时候 已经说过了 为了抵御北方匈奴的攻击 秦始皇征集数十万民众 修建了西起灵桃 东至辽东 蔓延5000多公里的长城 又成万里长城 不过大家不要和中国境内 现存的长城给混淆了 秦长城当时主要是由土夯 或者是石头累积而成的 历经了2000多年 如今基本上是看不到了 现存的古长城一记 主要是在14世纪 信件的明长城 秦长城的修建 对于抵御凶洞的骚扰 保障中原地带人们的稳定生活 经济的繁荣发展 确实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秦修建的万里长城 也创造了人类建筑史上的一项奇迹 不过代价也是极其残酷的 当时有多少人 因为修建长城而家破人亡 又有多少人买骨他乡 这一项功臣给当时的民众 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以至于很多人对大秦 产生了极大的仇恨心理 这也为后来反抗大秦 埋下了祸根 第二个是大修宫殿和阿旁宫 实际上秦始皇在 殲灭六国期间 就已经在咸阳 开始大肆修建宫殿了 当时的情况是 每灭掉一个祝福国 秦始皇就命人在咸阳 仿造该国的宫殿 不过光有宫殿还不行 显得死气沉沉的 于是秦始皇又命人 将该国的一些美人 和具有特色的物品 如钟鼓乐器都搬到宫殿内 而且还令美人演奏 这样就营造出了 一片歌舞生平的样子 当六大祝福国都被歼灭之后 六座仿造的宫殿 也就在咸阳盖好了 这六座宫殿被巧妙地 连在了一起 之间用走廊和天桥相连 形成了一个整体 这个规模也是相当大的 不过这仅仅还只是开始 在秦始皇27年 秦始皇又在渭水南岸 修建了信工 也就是极庙 极庙其实就是我们 现在所说的祠堂 这是秦始皇为自己 修建的生词 他准备百年之后 在这里享受世代的供奉 这也是大秦最为重要的宗庙 从地理位置上可以看出 极庙的位置处于 非常中心的位置 当然这还没有结束 极庙修建完成之后 秦始皇又命人开建了一条 从极庙直达离山的道路 离山就是 秦始皇皇陵所在之地 离山和极庙之间的道路 修建好之后 又修建了甘泉前殿 随后又下令 修建了一条专门的永道 两边柱上高墙 隔离起来 这条道路就是为了方便 从咸阳到达离山的 可以说秦始皇对修建宫殿 那是非常痴迷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在秦始皇35年时 咸阳城方约200里内 已经有270座宫关了 以天桥永道相互连接起来 并把围杖 忠谷和美人都安置在里面 这可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史记秦始皇本纪还有一则记载 关中既攻300 关外400有余 如果这个记载是真的 那就更不得了了 新建700余座宫殿 这个规模注定又是一个 劳民伤财的大工程 不过史记对这些宫殿 也只是轻描淡写 史记记载最详细的 也是最出名的 恐怕就是著名的阿旁宫了 与阿旁宫相比 其余的宫殿 只能算是小屋见大屋了 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 地位一下子就变得不一样了 他觉得现在所居住的宫殿狭小 不符合自己皇帝的身份 更何况由于秦始皇曾经 将十二万富豪迁到了咸阳 所以咸阳的人口非常稠密 秦始皇计划要建造一座 史无前例的宫殿 阿旁宫 其实阿旁宫并不是这座宫殿的名字 秦始皇是想在建成之后再次名的 可惜这座宫殿 注定是永远也无法建成 阿旁宫的名字由来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其中最主流的说法是 后人因宫殿主体是建在阿旁 所以称其为阿旁宫 虽然这座宫殿没有建成宫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史书中窥探到 阿旁宫的规模是何其的宏伟 根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仅仅是阿旁宫的前殿 其东西长度就有五百步 南北长度五十丈 高数十刃 上面可以坐上万人 四周都设有通道 可供持走 从宫殿之下可只打南山 宫殿前面里有十二座金人 每座重达二十四万斤 这些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 为了防止再度发生战争 所以收缴了六国的兵器之后 铸造而成的 宫殿大门采用的材质是磁石 因为磁石可以吸附铁器 这样就可以防止有人偷偷携带武器进入宫殿了 毕竟秦始皇的一生中 曾遭遇过好几次刺杀 所以对于安全的防护 他非常重视 另外修建宫殿的食材是来自北山 而木材是来源于储地和经地 这些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为此秦始皇正经了七十万人来修建厄旁宫 当然了 这七十万人除了修建厄旁宫外 还在同时修建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在他继位为秦王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修建了 可令秦始皇没有想到的是 耗费了如此多的人力和财力 花费了数年时间 连厄旁宫的钱殿都还没有修好 史记虽然记载 后来厄旁宫被项羽一把火给烧毁了 但这个可能并不是事实 首先根据后人的考古发现 厄旁宫的遗址分为七个大区 面积高达六万平凡公里 地点位于长安区和卫阳区的交界 可奇怪的是 在这些遗迹中 只找到了一些夯土台 夯土墙 或者是一些瓦片等等 虽然遗址历经了两千多年 已经损坏严重 有的被当地村民不小心破坏 但还是可以通过考古确认 厄旁宫的钱殿可能并没有建成 也许还只是停留在打地基的阶段 而且并没有发现火烧的痕迹 很可能上游所烧的并不是厄旁宫 根据史料记载 在刘邦起义之后 项羽率军抵达咸阳 在咸阳大举破坏并且涂陈 还放火效果了很多咸阳的宫殿 后来经过考古发现 咸阳宫附近确实又发现很多火烧土 这说明项羽所烧的 很可能只是咸阳宫殿 而不包括厄旁宫 最后司马迁所变成的史记 是在公元前99年 这距离大型帝国最后的灭亡 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了 所以有些记载 或许并非是完全正确 鹅旁宫的宫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唐代圣人杜牧 曾写过一篇《鹅旁宫父》 从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 鹅旁宫是和谐的宫伟状况 六王碧四海一 蜀山雾鹅旁出 富亚三百余里 隔离天日 离山北垢而息折 直走咸阳 二川荣荣流入宫墙 五步一龙 十步一阁 狼腰慢回 炎牙高拙 各报地势 勾心斗角 盘盘烟 轻轻眼 风房水窝 处不知 起起千万落 长桥卧波 未云何龙 复道行空 不济何红 高低鸣迷 不知西东 歌台暖响 春光隆隆 五殿冷秀 风雨漆漆 一日之内 一宫之间 而气候不齐 虽然这只是诗人杜牧想象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鹅旁宫确实是秦始皇期间 修建的宏伟功臣 耗费了数十万的劳动力和财力 只是并没有修建成功 目前鹅旁宫的遗址 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现在的考古遗迹来看 如果鹅旁宫全部建成 那无疑将成为 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宫殿 秦始皇建的另一个巨大功臣 也是耗施最长的一个功臣 就是离山陵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秦始皇陵 地址为中国陕西省 西安市以东35公里处的离山北路 根据现在考古发现 秦始皇陵园布置访秦都咸阳 以陵墓风土为中心 分内外两城 内城周长2.5公里 外城周长6.3公里 经实测 原先陵墓的风土 南北长515米 东西宽485米 后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冲刷 以及历代人平整土地 现存主陵墓风土底部 南北长350米 东西款345米 占地面积12万多平方米 风土高达55米 有将近20层楼那么高 而整个秦始皇陵的范围 大约有45.69平方公里 这相当于63个北京故宫的面积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结果最奇特 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了 前面所说的秦始皇在咸阳大兴土墓 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宫殿 这是他为自己活着享乐而建造的 而秦始皇陵 则是为了其死后而建造的 是其为了自己在民间打造的辉煌帝国 按照古代帝王的惯礼 陵镇从登基开始 就为自己修建陵墓 虽然后来的秦始皇有的追求长生 但是这个想法是后来才有的 而且我想的心里也十分清楚 求长生写件非常飘渺的事情 所以即使在后来追求长生的同时 秦始皇陵的修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根据史料记载 为了修建皇陵 秦始皇一共征召了72万人 不过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犯的囚犯 当然这72万人 实际上也有部分是参与修建厄旁工的 这项工程 从秦始皇登基开始就修建 一直到他死亡都没有完工 修建时间前情后后 一共花了38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必定有很多人一生都在修建皇陵 到死都没有走出过皇陵 史记秦始皇本记 是这样描述秦始皇陵的 始皇初纪委 川智离山 急并天下 天下图送已70余万人 川三泉 夏童而治古 公关百官 其器怪戚藏满之 令将作进入史 有所川晋者则涉之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几箱灌输 上居天文 下居地理 以仁余高为主 渡不灭者久之 意思是 秦始皇继位之后 就开始了离山修灵 当一统天下之后 又发配70余万人修灵 凿上了三层地下水 灌着铜水来填补缝隙 又在地下修建宫殿 设置百官位置 放置无数的奇珍异宝 用水银模仿成真实世界 百川江河大海的样子 用机械来催动水银 使得江河湖海 持续流动 生生不息 然后用王王鱼的油脂 做成长明灯 另一种说法 是使用精英的鱼油 来做长明灯 永不熄灭 为了防止有人盗挖陵墓 墓中设有大量的机关剑弩 凡有入侵者设杀之 史记秦始皇本记还记载 秦二世继位后 曾命人在侵蚀皇陵墓外 栽种草木 从外面看上去 好像是一座山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 为了防止工匠泄密 或者是摊取墓室财宝 进行盗墓 所有参与修造墓室的工匠 不带他们出来 就封闭了墓门 被活埋在陵墓内 虽然史书有记载 秦始皇陵曾经被盗过 而且被盗还不止一次 其中最夸张的是 《水晶柱卷十九未水》中有记载 项羽入关发指 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 关东盗贼 萧果取通 墓人寻扬烧旨 火炎九十日不能灭 意思是 项羽率领了三十万人 运输秦始皇陵墓的财宝 结果运了三十天都没有运完 而且关东的盗贼还破坏了关国 一个牧羊人找羊的时候 不小心一把火将陵墓给烧了 火烧了九十天都没有灭 这些记带看起来就显得过于夸张了 而且根据现代考古学家 对秦始皇陵进行仔细的勘察 虽然有被盗购的痕迹 但是依旧只停留在秦陵的外围 秦始皇陵的核心之物 就是埋在巨大风土之下的地下宫殿 依旧是完好 而且现在处于严密的保护当中 禁止发掘 到此为止 有关秦始皇陵的一切 我们了解的也仅仅是史书上记载的 在实际当中 秦始皇陵中究竟有什么 秦始皇到底将多少奇珍异宝 带进了他的地下王国 没有人知道 直到1974年 神秘的兵马俑被发现 才揭开了埋藏的地下 两千多年神秘帝国的兵山一角 1974年3月29日 由于陕西的干旱天气 林铜县西洋村的村民 只能组织打井队 再说果园里面打井取水 在这个过程中 无意发现了个瓦人头 从此揭开了兵马俑的神秘面纱 在随后的挖掘中 兵马俑坑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 涌坑规模之大 涌像造型之精美 都令人叹为观之 起初的时候人们并不知晓 这些兵马俑是什么年代的 直到在发掘过程中 发现了数件青铜鸽 上面都有 上邦吕不韦造的名文 而吕不韦 就是秦始皇在位期间 曾担任大清的成像 到此为止人们才知道 原来兵马俑的主人 就是秦始皇 兵马俑最先发掘的 被称为一号墾 而仅仅是一号墾 规模就非常之大 东西长230米 南北宽62米 面积14260平方米 其中一共发掘出了 6000多个兵马俑 紧接着又发掘出了 2号墾以及3号墾 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 更多类型的俑被发掘 比如将军俑 贵舍俑 骑兵俑 御手俑 马俑等等 最终一共发现了 8000多尊俑 他们的平均身高 在1.8米左右 长相魁梧 英俑 从制作细节来看 面部表情也是唯妙唯小 而且每一尊俑 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 表情也各不相同 美尊俑也都是非常的精美细致 意思不苟 就连鞋底 衣服纹路 甚至是指甲 手掌纹 都刻画得非常精确 这应该跟秦国的法律制度相关 因为按照规定 每一件作品上面 都要刻上制作者的名字 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 那么制作者就要受到处罚 考古学家也确实已经发现了 68名逃工的名字 如果你去西安欣赏过兵马俑 我想你一定能够感受到 即使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 但依旧可以从这些兵马俑身上 感受到当时大清士兵的小潇杀气 感受到大清机构的强大 这些兵马俑在地下 组成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 他们全部面向东方 也就是被灭的六国的方向 在地下世代守护着他们的主人 沉睡的秦始皇 当然随着兵马俑的发泄 越来越多的秘密被发掘了出来 后来考古学家在附近 又发现了石甲坑 文官涌坑 铜车马坑 百溪涌坑 征兽马舅坑 水禽坑 殉藏坑 等等大大小小180多出 其中出土了规模庞大的珍贵文物 然而这些还仅仅只是陪葬坑而已 跟秦始皇的陵墓相比 依旧只是冰山一角 还有无数的秘密和珍贵的文物 依旧被深埋在地下 秦始皇为自己打造的地下宫殿 必定像他打造的大清帝国一样 辉煌无比 从1974年兵马俑首次被发现 直到如今已经过去了40多年了 但兵马俑陪葬坑的发掘工作 仍然没有结束 至于很多人关心的秦始皇陵的核心地带 也就是秦始皇的地宫 目前处于保护当中 禁止发掘 兵马俑的发泄 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这个规模宏大的地下兵团 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1987年 秦始皇陵以及兵马俑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不过令人不解的是 如此大规模的兵马俑在史书上竟然没有任何相关的文字记载 当时如此大规模的功臣是不可能瞒过所有人的 那么究竟为何在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呢 还是有人可以从史书上抹除了他的痕迹呢 直到如今 这些依旧是无人知晓 秦始皇陵是中国考古史上 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最难破解的谜团之一 不过随着秦始皇陵的进一步发掘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 这个埋藏了2000多年的秘密 终将会慢慢地浮出水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